今天報告新聞 今天報告內幕追正向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帶您來看的是 國民黨的黨團總召傅昆琦 他不是拔好了倚天劍屠龍劍 帶著雙刀向前衝 跟柯建民說我來了 你不要走 結果柯建民沒走 這個傅昆琦一下子撞上了一個牆 什麼牆呢 低級錯誤的牆 好 這個韓國瑜昨天也沒出面 短短幾招 就讓人家復勤 你知道說自己不對啊 不對啊就不來會失禮嗎 他看起來好像會失禮 這個失禮怪怪 要懲處 要懲處一個黨工 找一個黨工來墊背 怎麼回事呢 他到底是不知道自己犯了 什麼樣的一個低級錯誤 昨天引發善笑了 今天的道歉 很多人還是不買單 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過不論如何 韓國瑜徹底壓制了傅昆琦 立法院老大是誰 現在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 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很忙哦 開始積極的進行下鄉行程了 看起來心中仍然有這個宏圖大志 知道自己的基層不准 磚跑宮廟可以有得救嗎 等一下要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至於兩岸之間我們特別關注的是 這個漁船事件 這個中國這邊是來了一艘快艇 然後呢這個我們要這個嚴正執法的時候呢 挑釁我們的海巡署 並且是拒絕領檢 結果四個人掉下海裡之後 造成兩個人不幸往生 第一時間掉海的時候 海巡署是立刻把他們救起來的 不過中國抓著了這個辮子 開始大肆批評民進黨政府 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讓他過 我們要來好好的看 這件事情究竟有哪些的問題 而中國是不是企圖 除了海峽中線之外 現在連大家有默契的海域界線 也要一再的破壞 除了我們的漁民生存權之外 還包括利用這件事情進行的文攻武嚇 以及台灣還是有人持續唱賀 搞不清楚狀況 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好好地來討論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 主要是知識媒體人王瑞德 國民好 大家好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黨王一川 再來介紹是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政治朋友 吳靜穎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 知識媒體人朱鳴玉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 知識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事實 我們來表達歉意 邊致歉 邊罵民進黨 內推違憲臨時會 被立法院長韓國瑜拒絕 這下不求 但傅崑崎說 是部署犯錯要採取 再先喊出臨時會 要何愧承建人到立法院 針對食安議題說明的 就是傅崑崎 如今推給幕僚物質 往前推到2月7號 傅崑崎辦公室發布新聞稿 也是寫即日起 整排連署 要求最快2月17號之前 召開臨時會 當時國民黨團一一天的新聞稿 媒體導臨時會 還在討論 那而體面媒體報導 胡遜民難尾互動 黨團在新會期首陣 就可以搞清楚相關規定 手法上確實粗糙 連立月秘書長周萬來 也覺得不妥 黨團群組周五一早就在討論 表示一定要更熟悉意識規定 以免強快衝破頭 鬧笑話 重傷 整體形象 好 我們來看看 傅崑崎看起來帶著黨團致歉 大家跟他拚命 衝錯地方了 2月17號要求開臨時會 沒這回事的 其實翼川兄在前幾天講得很清楚 明白了 這不叫臨時會 這叫做臨時開會 臨時的提前開會 好 那麼2月17號維持 朝野協商 20號邀請 行政院長陳建仁來出面報告 然後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願意透明這個表示名字的馬 不想捲入戰火 他說沒有搞清楚規定 手法粗糙 連周外來都覺得不妥當了 我們這幾天講得很清楚 2月開始其實就是開議期間了 沒有所謂臨時會的議題 犯了這個錯 傅崑崎道歉還要懲處人 他該懲處的是他自己吧 瑞德 對 沒錯 事實上還要人家背黑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傅崑崎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他號稱說 他揮舞的以天劍屠龍刀 要在立法院裡面 要對付這個民進黨柯建民 結果沒想到一招 乾坤大挪儀就把他打得團團轉 而且打他一個耳光的人 竟然不是民進黨是誰 是同屬中國國民黨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 我們必須坦白的說 韓國瑜這一次這個傅崑崎事件 他全勝 而且他奠定真正的老大 國民黨在立法院老大 是我韓國瑜 不是你總召 傅崑崎啦 那傅崑崎事實上 從這件事情裡面呢 也不讓人家看破 也看破 也卡住了 因為傅崑崎太久沒有當總召了 他上次當總召的時候 是個在起民動來的總召 傅崑崎太久沒有跟秘書處聯絡了 所以呢 秘書處根本不需要聯絡 因為跟黨團聯絡的人 黨團的規矩是這樣 所以才會鬧一個笑話 去罵民進黨說 你們跟秘書處的那個 整個對話說 不要召開這個臨時會 這個公文是哪裡來的 才會鬧這個天大的笑話 還有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急著要表現 所以才會出現 現在不是要懲處黨公說 是黨公 因為過年期間 兵荒馬亂 所以把專案會議物質是 臨時會 這是他講的嘛 對不對 我問你啊 你這個總召是在做什麼營的 你是幹什麼吃的啊 為什麼 臨時會不是你們提出來的嗎 一個文書作業 黨團的一個文書作業的錯誤 那你也應該 在他出去之前 立刻就更正 然後在發現以後 立刻把臨時會給弄掉 然後現在說民進黨 抓著臨時會三個字不放 然後這個是政治口水 臨時會三個字的重大錯誤 就是你貨困軍弄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凸顯你對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根本就不了解 凸顯你對中華民國憲法 根本的認知是不恰當就對了 不夠犀利嘛 所以你以你這樣的乙天堅跟屠龍刀 我說不會笑破人的手 很簡單 因為就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 等於說相關的違憲的條文嘛 那除此之外呢 那麼因為這件事情 也剛好給這個韓國瑜呢 一個天大的機會 為什麼跟阿樂隊 你可以發現傅昆奇啊 那麼因為現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 所以掌控立法院 他本來想要大展宏圖 沒有沒想到其手勢 我問你傅昆奇在公佈之前 在處理這個所謂的 號稱是黨公物質的臨時會之前 有沒有先打個電話 有沒有先這個請示 立法院長韓國瑜要怎麼做 他打算怎麼做有沒有 一定沒有嘛 有的話不會鬧那麼天大的笑話嘛 所以呢 韓國瑜很簡單 他找來這個最熟悉立法院議事規則 周萬來秘書長 直接把你打回去 我用議事規則打回去就好了嘛 最後還不是回到2月20號立法院的開議啊 所以從這件事情裡面看 那麼陳建仁今天去很有意思 因為行政院院長 代副院長啦 代秘書長啦 禮貌性的拜會 先拜會立法院長韓國瑜 緊接而來再去拜會國民黨 民進黨跟這個民眾黨嘛 所以啊傅昆奇當他來講說什麼啊 要針對希望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20號 要針對過去8年的食安問題 做這個什麼總體總報告的時候 那麼陳建仁整個淡淡笑笑的打回去說 他一定會做詳細的報告 不管是淡啦 不管你那個所謂的什麼 到底有沒有台中的瘦肉精等等啊 以便跟過去更早之前8年執政的時候 他擠的是國民黨的這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 結果呢 軟釘子又打回去 沒錯 他這個字是說 8年食安工作成果如何 我們會仔細樂意跟大家說明 比較起前8年有什麼進步 對 所以陳建仁軟軟的又被打回去 所以傅昆奇第一個巴掌被韓國瑜 打下去 第二個巴掌又被陳建仁打 所以他滿盤皆輸 這立法院這個戰場不是作秀而已 當然不是 講的是程度跟知識 行政院長陳建仁他是什麼程度的人 他是公衛專家 沒有錯 對不對 食品衛生也是行啊來 要來請教 好好請教 不要什麼事情都還沒搞清楚 就說什麼貪污腐弊 你就舉個例子嘛 老師講那些含糊的 好了 馬上要登場了 政策會執行長很忙吧 還沒出手幹嘛 郭敏東 程度這樣 怎麼會這樣 這立法委員要叫行政部門的官員來報告 隨時都可以報告 臨時開會跟開臨時會就差一支而已 那個開的順序換不到了 就是這次傅昆奇要撐出黨功 就是因為打字的時候打錯了啦 這是第一 你把他圓過來了就對了啦 鞏固傅昆奇的領導中心 不然國民黨就整個要散國去了 第二個傅昆奇這次因為 假如叫行政院長來報告 所以他的邏輯就說 直接他越不怕了 就是說要叫你來報告就對了啦 後面什麼行政程序 那是日本人要去處理的 叫我無關的 就是要開會啦 就是要開 直接衝下去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他要創這件第二禁止 他要先跟韓國瑜說 叫得利 他要先跟韓國瑜說 我們要開這個臨時會 他院長是女後韓國瑜做的呢 他本來是要算院長的呢 他也要把他支揮一下嘛 韓國瑜總是說 好不然你們送起來 我們照程序來走 我判斷他沒有打這個電話 他就直接跟路後走 第二個黨團內部 黨團內部應該是 叫我們同一時間之大要開臨時會 黨團內部沒有討論 就大家知道要開會啦 可是那個名詞 可是臨時會這三個字一出現以後 被整個一直打一直打的時候 國民黨都沒有反應喔 國民黨五十幾個立法委員 沒有一個歡迎喔 沒有一個說 不行開臨時會 臨時會照規定不行啦 都沒有人有反應喔 有反應是這一兩天的事情喔 才發現說不要糾結在臨時會三個字 這兩天的節目上的討論 才有這個立委 國民黨立委說 不要再糾結臨時會這三個字 代表他們發現他們已經錯了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 為什麼臨時會開不成 在規定上就開不成 所以一定是周萬來出手 跟這一個韓國瑜講說 第一開不成 第二 那如果要開 要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會成嗎 朝野協商 內部在開會的時候會成嗎 這是韓國瑜考量的 韓國瑜有必要為了 傅崑奇的這個提案 召開一個不會成的朝野協商 丁桿朝野協商成功了 那第二次的朝野協商 如果一台台王家 大家剛才說 道理 公公的周安來 一句說沒辦法開 韓國瑜就麻煩全台會 所以他當然知道不能開 接下來就是在政治上 韓國瑜跟傅崑奇的關係 韓國瑜不是傅崑奇的 對啊 韓國瑜現在他把自己的位置拉得很高 他現在是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 他不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所以大家要叫我這個院長出來朝野協商 大家照整支 整支誰說就算 周安來 周安來說就算 因為周安來知道這可以不可以嗎 周安來 我判斷周安來是政治上 他不會說特別去掩護什麼人 可是他會去改稅 這些法令有幫忙還閃了 我判斷周安來會做這件事說 這個好像也可以 這個完全不可以 他會做這種判斷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他如果去召集了這個朝野協商 確定要開這個 所謂的臨時要開位這件事情 對韓國瑜有風險 然後呢 又會讓傅崑奇在這一次裡頭 傅崑奇比韓國瑜大了 他就直接說我沒了 我沒要開了 開這個要做什麼 然後可是這幾天又有個變化 就是說不然這樣啦 20號要開議嘛 19號來朝野協商 有啦有啦有要朝野協商 19號朝野協商什麼 19號朝野協商就是說 這個實安報告 叫施政報告 總執行的施政報告 是要一起分開 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然後20號23號 哪一天要先做什麼 19號就下禮拜一 要開的那個朝野協商 是要討論這個順序而已啦 有沒有開朝野協商 有啦 只有韓國瑜出來開 但是就跟所謂的臨時會沒有關係 好所以這個總結起來就是接下來 傅昆錡這個總召在黨內講的話 大家就開始查法條了 對 他打問號 對 總召說的 那敢不照規定 不然來問一個祖宛來 你說的對 沒有一個參與 彼此的護信基礎會很薄弱 而且傅昆錡 他會直接衝 直接撞的時候 下面的這些黨團的成員 一定會摸摸的 一定會繞繞的 跟著他衝的昨天就受傷了啦 一定會成立傅昆錡沒有在的群組 大家討論不然說 你應該不容易吧 傅昆錡沒有在的群組 先討論一下 然後再上去 要不然怨昆錡你去去問看看 傅昆錡在那個 你上去問一下 怨昆錡說我沒有什麼要問 你怎麼不想問 接下來就會分裂很多的 怨昆錡上通告很忙 所以接下來傅昆錡 要重新建立起這個危險 這一條都還沒對外 這條都還沒說到政黨給政黨 還沒說到行政院 都還在立法院自己的內部 光這些程序問題 整個黨團就要重新調整人士 搞不好傅昆錡剛好趁這一次 跟我們黨團那些助力 整個清清的 全部換他的人 然後他就能夠一條邊 對我正要問你這個 發生這次第一集的錯誤 他們那麼多碩博士 沒有一個人發現 居然要一個黨功扛了 對 所以黨功扛 就是說你怎麼沒效 順便清一清 全部清清 因為那都不是人 傅昆錡如果趁這個時候 剛好清一清 整個黨團都是他聘用的 那他以後這個一條邊的這種貫徹 搞不好會更徹底 你有沒有簽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聯署 很難回答耶 但不就是他大陸 我簽的 但是到時候 一個是被提回答拐了好幾個彎 此生立委賴士寶 對復婚期主張的臨時會 當場開啟議事小學堂 傳出超過十一位欄位 美聯署黨團的臨時會主張 包含軍系陳永康 行客立委羅志強還沒開議 總召微信救手衝擊 就連在花蓮舉辦的共識營 也陸續有欄尾表態 興趣缺缺 三天兩夜共識營 選在復婚期大本營花蓮 24號團結晚會 25號聚焦立院工房課程 為人會分組討論 26號花蓮在地考察 但當週末適逢元宵節 讓去日立委們很傷腦筋 敏感問題通通不回應 傅婚期的挑戰先從黨內來 就怕共識營靈靈落落 國民黨17號特別發新聞稿 強調贏隊是為了強化團隊極戰力 要大家踴躍出席幫忙催人氣 真的很聰明 群組沒有他的也幫國民黨的 小孩想好了 黨團的人親一親也幫傅婚期想好了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 這個小評語 到底立法院是怎麼回事 傅婚期怎麼了 這起風波藍營的基層支持者怎麼看 還是已經成立群組了 群組是一定會弄的啦 我覺得兩個老大 傅婚期 你說會犯這個錯誤 當然是大意嘛 還有傅婚期 因為院長本來是他 讓了算了 連傅院長都沒有 所以他身心靈 還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現在 我也幫他講過很多字話 我覺得很差異的是 他有進步 傅婚期有進步 我這樣被搞 我沒有一句怨言 我就接了總召 他總召很強大 他當然很強 所以賴斯堡 連選都沒選就退了嘛 好 所以呢 我講他現在心裡 是不是還是有氣 可是還是要放下來 有時候 欲數則不達及 就會犯錯 這第一件事 第二 傅婚期是黨團老大 沒有問題啦 黨團難道我們52個成員 其他51個都沒有發現 這樣子在法規上有問題嗎 一定有 可是因為他的權力 還是空前的 所以連這個都沒有反駁他 他是一個權力空前的總召 立法院黨團老大 無疑是福婚期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的老大 當然是韓國瑜 因為他不是韓國瑜是院長 你知道他是機關首長 一年有幾十億的預算 他是首長人 人事預算 他都有 所以沒有人可以挑戰 立法院長的 在立法院裡面的地位 認為總召就可以影響他 那都是講外行話 兩顆太陽 我這樣講 一個是黨團的太陽 一個是立法院院長的太陽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不精準 幕僚丟出來的東西 最後研究結果 我不太清楚 我們黨團最後決策怎麼行政 盧秀苑跟王必勝都已經休兵了 就是這樣大概就結束了 而拿一個休兵的東西 可能在實驗室裡面才污染到 或怎麼樣 因為還沒有查其他肉 連你都覺得是這樣對不對 可能性最高嘛 你在政治道 有一集你請我去 我講法跟國民黨都不一樣 所以一個是已經 中央跟地方首長修兵的一個公共政策議題 我們就拿來為了這個而來開 我認為小題大作 因為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因為這樣的攻防會有幾十樣 更別講說什麼恢復中天啊 什麼軍工教退休替代率什麼 那更大的玩意有黨產 那在後面大家等著瞧嘛 你這樣講講年輕人都想說 何嘎才沒有投給國民黨 不愛我 所以現在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是 現在我們是雙重身份 第一個我們在立法委員 就立法院長是我們做 立法委員的數字 我們是在炒 立法權我們是執政 可是在行政權我們是在野 那是當然是你們是做總統等等 所以在身份的拿捏 在立法院裡面 你要有執政黨的枯勢 以及穩當度 穩定度 可是做成好的共識以後 那對民進黨當然是殺無色 什麼什麼管院都在立法院進行 所以還在韓國瑜的老大 立法院的老大跟我們黨團老大叫 傅崑奇的謀合集還要多溝通 我認為是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所謂簡單來講 傅崑奇第一個 臨時會這個低級錯誤犯了 第二個明明如雪恩想下車的這個 瘦肉精事件 居然還拿出來要叫陳建仁報告 這是他第二個 可能判斷有失準頭的地方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提醒傅崑奇 花蓮跟台北 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場域 不是你說了算 還是要有很多的累積跟基礎 來看一下這個2016年的新聞 當初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美農發生瑞士規模6.4的大地震 台南甚至有好幾棟大樓 共振效應倒塌的時候 當時就有想說 要不要這個提前開議 就是說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叫臨時會 但是確實就清清楚講 提前開議這件事情 最後其實台灣人 就算吵吵鬧鬧 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 真的是大家攜手同心 所以那時候 不管立法院爭執的怎麼樣 大家覺得說立法院全力協助 讓我們行政團隊 第一就是好好救災 不要搞什麼提前開會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的首長 專心去做事情 任俊這起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現在 包括議題的選擇 包括了很多基本的嘗試 都不足的情況之下 傅昆奇首戰算是 人家是完勝他是完敗 首戰完敗之後呢 真的使得他的領導威信會大為下降嗎 這我覺得傅昆奇今天講說 他要依規定去懲處說 因為這個文字物質或幹嘛 其實我覺得 對他的黨團來講 對他的黨團幹部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你黨團要出去的任何的東西 而且還包含洪夢凱 還多次受訪講說什麼 沒有啊沒有收到什麼通知 所以你們從幹部自己認知 就叫做臨時會 那你今天把這些所謂的幕僚 推上火線說要去懲處 我不知道這以後你的黨團 怎麼去幫你這個總召 很難去運作啊 這第一個啊 第二個搞不好他 私底下就講好了 就講說啊 我們就大家瞧一瞧 反正就你們就出來 讓我有個台階下之類的 所以你剛剛提出來 是不是2016年的這個案子 現在對立法院癥結來講 就是說我已經報到 就是要開會的這件事情 跟我臨時開會 就剛我覺得益川那個解釋很傳神 到底是臨時會 還是我臨時要開會 這件事情其實是完全天堂地別的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只有復婚其敗 因為你看到是很多人都上車 那你上了那個車 韓國瑜是不上車的嘛 而且韓國瑜多聰明你知道嗎 你說韓國瑜說接下來要去協商 說什麼食安 你說去跟這個 是不是要跟盧秀燕撞或幹嘛 沒有啊 你如果看他協商的開會通知單 他是跟你講說什麼 你看他真正用詞 他也完全不提盧秀燕啊 他是跟你講說什麼 什麼執政八年 什麼食安問題 他沒有要跟你糾結 在這件事情上 因為韓國瑜也知道嘛 如果今天在糾結 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難看的會是誰 我認為很有可能是國民黨自己本身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有一個迷思啊 他一直認為說 現在他是國會的最大黨 國會最大黨的這件事情 雖然你是52加2啦 加2我都先不要算 因為人家畢竟不是國民黨籍嘛 52你還要再扣掉2了啦 因為你的政副院長沒辦法表態嘛 基本上因為要行政中央 所以你就剩50啦 那你就只好緊抓著那兩席嘛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看像這一次 他們一直在講說 什麼韓國瑜還沒財事 還有一個人叫江啟成 他是副院長 你們直接就忽略他了嘛 那你去問一下江啟成很難嗎 也不會嘛 所以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玩得很難看 可是我必須講喔 就是說國民黨認為最大黨的來自於是 他是52席對不對 可是他忘記了一件事情 立法院為什麼會有黨團 因為黨團就是我今天你有三席以上 黨團叫做一樣大啦 雖然我們還是覺得有大小 但是真正在協商的時候 為什麼黨團就是我保障小黨嘛 那我如果黨團都一樣大的時候 你還要強調說我是大黨 我是大黨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你就看民眾黨超聰明的你知道 他就在旁邊就是喇一句喇兩句 然後隨便講一講 你看他們去那個陳建仁去拜會的時候 他們也是跟陳建仁握手笑得很開心啊 然後你看到遇到那個說什麼 要開會這件事情 你要黃國昌說什麼 黃國昌說 沒有啦 我如果當時不要隨民眾 民進黨起舞就好 就不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那個黃國昌啊 他那時候是隨著韓國瑜起舞耶 那時候是講說院長都已經這樣才是 都已經講了 我們承受不起啦 這樣子我們要合合七七八 根本根本不是民進黨的問題嘛 所以我就講說說 國民黨現在 黃國昌現在很明顯 他一切會衝著民進黨來 當然嘛 他跟民進黨很 結了什麼大仇 他對著民進黨 但我覺得啦 黃國昌最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吵完鬧完了 我還是要回到體制裡面 所以你反而看到 這一次臨時會 你的這件事情 黃國昌沒有跟著國民黨說 我們一起衝啊 我們一起打 他反而沒有 他反而在那邊 我就講一講風涼話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於國民黨現在自己本身來講 他必須要去思考 其實民進黨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主動式的東西 因為很簡單嘛 國民黨真正的敵人在哪裡 其實不是民進黨 我剛剛講嘛 你如果真的要斷席制 那也是到最後大院要表決的時候 大家才比拳頭才有用 你其他真正要面對的 其實是另外一個黨叫做民眾黨 因為你很清楚的知道民眾黨已經跟你講 四年後我就要跟你拼嘛 所以如果民眾黨跟國民黨之間 在那邊有這個所謂的 進何關係的時候 到底是進為重還是何為重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自己真的必須要去思考清楚 所以這一次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是非常難看的 你知道下禮拜要辦共識營嗎 其實我覺得很蠢 你知道嗎 你應該今天趕快辦 因為你都沒有共識了對不對 你還要再搞一個禮拜 開議的時候 還要再玩這個事情嗎 就你下禮拜搞那個三天 那個共識營不去會怎麼樣啊 因為敏鋒他昨天說好多 他知道的好多藍尾其實不想去 其實每年都 當作我們很閒嗎 還要跑去花蓮 每一屆都有共識營 沒有這麼負責 你就去花蓮 第一天是報到晚會嘛 第二天就是早上那個有開會 有講話 我老實講朱立倫去講話 我不知道幹嘛 你還不如請周恩來對不對 跟他好好講講議事規則 該怎麼做 因為他們不是重點是要議事攻防嗎 然後還有什麼那個質詢技巧 或什麼的 你說韓國瑜懂多少 韓國瑜不過就剛上任而已啊 韓國瑜最聰明的就是說 用了人之後就聽人家專家 當然嘛 自己不要多說話 對不對 韓國瑜接任院長之後 一部分在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腦袋清楚 到底國民黨現在第一敵人會是誰 要不要想清楚 柯文哲沒休息啊 柯文哲開始東部行程了 因為他發現說 你看那個苗栗他可以拿得不錯的票 苗栗的結構 以往其實都是誰的 都是國民黨的喔 這個東西他居然有鬆動的機會 那麼東部國民黨的大本營 他怎麼可能會沒機會 怎麼可能不試試看呢 來看看喔 花蓮去了聖安宮辭會堂 還去看柴魚館 到了宜蘭看新城保安宮 這個開始嗡嗡嗡 來看他今天的行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花蓮合體自家民眾黨立委林一軍 替立委服務處揭牌 為強化東部地方組織 柯文哲下午一連四個行程 也都在華聯 指導傅昆琦大本營 前天柯文哲到台東 不只國民黨籍的台東議員 陳鴻宗宣布跳槽民眾黨 擔任台東黨部主委 還牽線柯文哲與台東縣長 饒慶林見面 甚至還傳出陳鴻宗當面遊說饒慶林 加入柯陣營 柯文哲 柯文哲地方招兵買馬動作多 國會部分也主動向藍營釋出善意 但相較藍白和有苦 是否有綠白合作可能性 據瞭解綠營有兩派意見 有人認為應堅守主體性 也有人主張不該是鐵板一塊 要遇事俱進 來小萍你發現這不是他獨創的 往東部走 他是有師傅的 就宋楚瑜啊 宋楚瑜拿兩種票是游離性很高 而且那種當國民黨盤越大 他是屬於泛藍嘛 明白 綠了一票都不會投給他嘛 這是基本常識嘛 政治 簡單講就是 原住民嘛 台東花蓮嘛 然後以及客家村嘛 這是宋楚瑜最強的地方 他跟宋楚瑜也有千絲萬里的關係 是總顧問 當然黃先生也會出一些主意嘛 去嘛 這樣挖一兩個人 他就有跟了 當那邊有跟的時候 那邊沒跟跟有一點跟 你看金門馬祖 民進黨也推個人 有人在去選的時候 就從幾百票變幾千票 這個很厲害 這玩樂你知道嗎 當有黨的時候 金門也拿得還不錯 對不對 現在金門已經有一點 當選不上 選議員選得上 以前說議員選 民進黨議員選金門 很多事情就變 像蕭美琴到花蓮去弄 花蓮雖然這麼這個藍 可是因為他去又有一些 一些美感是什麼 因為原住民不可以投國民黨的 原住民投原住民 總統就很有用 立委就未必有用 在花蓮台東 縣長也有用 縣長也有用 因為佔了二三十趴 那個很大那一塊 花蓮的族群啊 客家四分之一 對 原住民四分之一 我們傳統講的 本省級四分之一 然後這一個所謂的外省級 就當時疫苗的也是四分之一 這個是花蓮很特別的 我的預測 他進攻了台東花蓮的原住民 進攻了這個苗栗的 客家村新竹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而且站到邊 那叫做桃園 桃園的結構 也跟你講有點像 就都有都有 桃園客家也多 但閩南五十 客家跟外省人都二三十趴 原住民少 所以他一定會 從族群下手 你等著看吧 柯文哲 好這個 所以我覺得柯P看到了 這個Grace老師在笑他 正立法院 我今天不正立法院了 我走東部總行了吧 有一個議題 因為大五箱要補選 所以柯文哲要去走動 找了這個陳恒忠 陳恒忠 一直以來都跟柯文哲認識 所以其實這些人選 對我來講 並不是說我總統選完之後 我為了2028之後 趕快去佈局走這個所謂這個 開始要深耕基層了 陸軍 但我覺得還好啦 那重點來了 柯文哲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如果要認真做 今天柯文哲如果真的要朝我們這個小平議員講的路線 認真做的話 他怎麼會想要去學我們網紅 學誰 王一川 他幹嘛學王一川去當什麼政政會執行長 對嘛 他可能覺得 哇阿川這麼紅 當政政會執行長 我也要去當 對不對 那他們兩個可以上演那個文藝清廉 文藝清廉 文者的文 清廉 文藝清廉 是清廉 不舒服 他們可以辦辯論會啊 而且王一川的題目 大家都會背了嘛 他的辯論的第一題就是 白色是不是最容易髒的顏色 這一題柯文哲指引長 請你準備好 畢竟剛剛柯文哲已經說他要遞他的橄欖汁了嘛 這題沒有伍德 因為白色很容易髒 題目射進而做 綠竹點不公平 那為什麼要持續興風作浪的原因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曲線圖 大家要知道這個高峰這樣突出來的2月1 就是韓國瑜 他這個選上院長的那一天跟柯文哲 你看聲量其實差了8倍多 然後呢一直走過來 你會發現2月5號開議 決定只是決定開議的日期 韓國瑜又一波高峰 柯文哲都在下面 我跟你講他從2月1號的那一天 其實跟韓國瑜已經走上生死交叉 黃金交叉線了 韓國瑜就上 準時上班還不一定準 他只要出現就有新聞 柯文哲要怎樣 騎腳踏車7點半到才有新聞 所以其實這個程度已經差很多了 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大家知道韓國瑜表現 昨天一片網友都喊太離譜了 韓國瑜怎麼那麼正常 你看韓國瑜只要正常 只要上班 大家都拍手好棒棒 對你看他昨天祝大家甜蜜蜜 宋春蓮英文講得還不錯 沒有只有How are you 大家就想說韓國瑜還會接待外賓 所以你看這個柯文哲壓力會非常大 因為他的聲量如果他沒有持續的不斷 那麼他就會沒有聲量結果會非常危險 因為我要講韓國瑜會用人 柯文哲跟韓國瑜差別在哪 韓國瑜懂得用人又懂得尊重專業 但是柯文哲把他最親近 最了解他的女人先砍了 這絕對是柯文哲最最 我覺得他這個應該是最錯誤的決定 那加上柯文哲對於人事的佈局 他都是有想法 但是他不敢拍板定案 那他不敢拍板定案的結果 就會造成蔡壁如直接就直接去台中市政府上班 那你要知道其實一直在2022 2022的這個佈局的討論上 其實一直都在想要不要在台中中部 也就是佐水溪不要到以南 以南會死得很慘 現在佐水溪以北一點點的台中的部分 去開那個所謂中部辦公室 但是柯文哲一直都沒有去下這個決議 因為中部辦公室如果開下去會以誰為主 以前每一個立委都有負責的選服嘛 蔡壁如就負責 這個雲林嘉義的 然後他跟台中的又很熟 所以呢 就不願意設這個地方 連這個也不給 就沒有要設 他讓他設之後 頂多給一些事務費嘛 其他還不是要蔡壁如自己去處理 對啊 連這個也不給 那是蔡壁如對台中對於白的掌控力 那他就如虎添翼 又有如藍 又在台中有負責一些事 那蔡壁如就老虎長翅膀 如虎添翼那不一樣 那柯文都要選總統的人耶 就是肚量的問題嘛 我覺得我們講回來 講這個網路聲量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要感謝我啊 因為我也沒有新聞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跟你講 今天戰國策的頭子 我的前輩 我曾經的前輩 這個現在是立法委員 他見到行政院院長 他抱怨 他抱怨什麼 報告院長 我發現現在有這種叫做策略性的計謀 叫做回科計畫 又來了 又來了 他居然在行政院院長跟你拜會的時候 講這種話 是他們公司的一個計畫之一 還是說他認為說他必須 他覺得說這個有新聞讓柯文哲 柯文哲大了 看到說真的有回科計畫 那可能他們的預算才能簽過嘛 這樣子才會有人叫做賈老二保衛戰 所以我就覺得民眾黨也很奇怪 他們的立委在溝通上 我覺得非常有問題 怎麼會在行政院院長講這個 他可能以為有聲量 但他的聲量只會存在於什麼 可能只存在於討好科粉 那其實中間選民 他根本其實就聽不懂 好今天 他這個Grace說呢 這個柯文哲有聲量 要感謝你 但是呢你還說他要特別感謝 是蔡壁如 過年期間沒有蔡壁如 柯文哲都沒新聞啦 今天又有一條大條的 除了前幾天 蔡壁如的專訪之外呢 今天有一條新聞講什麼 不知道是誰放出來風聲說 本來有考慮給蔡壁如 在黨中央回黨中央的 給他的是副主席兼秘書長的職務 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不過接近蔡壁如的人是說了 蔡壁如其實第一順位就是民眾黨 偏偏柯文哲的個性遲遲未絕 而盧秀燕又遞出了橄欖枝 蔡壁如柯文哲就會這樣漸行漸遠嗎 我常常講說這個蔡壁如 現在是怎麼後宮徵環症 演到甘露寺修行 但是這個網友都說這個太老太老了 所以我現在換一個梗了 蔡壁如現在的角色比較像年羹搖 他現在真的就是被流放 還是很老 還是很老 比較新嗎 完全沒有耶 下次再換一個 現在這個蔡壁如跟柯文哲的關係 說實在的就是說在年前的時候 他們那個討論確實是有要給蔡壁如 副主席的這個一個位置 那只是說因為副主席 你還要考慮到規章什麼的 所以一起在討論中 那今天這個報導是很有趣 他是講說柯文哲在年後的時候 找過蔡壁如 然後蔡壁如是直接跟柯文哲去要說 你要我回來 那我要副主席兼秘書長 今天的報導的方向是這個 那我有稍微去問一下 秘書長才有實權啊 但是我問的是說 蔡壁如應該是要給柯文哲一個軟釘子 就是說你根本不可能給我 那你要我回來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要一個不可能的位置 就讓你知難而退 因為秘書長其實是需要人和的 那事實上蔡壁如 問Grace就知道 蔡壁如在民眾黨的人和並沒有那麼好 雖然說他有一些自己的人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人 還是對於蔡壁如是很有維持的 包括他用人也是有一些亂七八糟 有一些me too事件什麼的 那所以他就是故意跟柯文哲講說 好 你要我回去 我可以 我要副主席跟秘書長 那柯文哲當然這個就圈圈喳喳 不可能 所以確實是兩個人 而且我這邊在提醒大家 這個在講一件往事 事實上蔡壁如之前有起心動念 要去跟柯文哲選黨主席 這是確實 就是壞在這裡 吃得雄心爆自膽 因為只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當時他的這個論文案 被逼退被高宏安什麼什麼的 就是被逼退 就要辭立法委員 再加上說他也不爽 柯文哲把2022年敗選的責任 全部都歸咎給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那時候就不爽 他就跟柯文哲講說 現在要比是不是 我也可以跟你選黨主席 所以那時候才有報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有什麼人頭黨員啊 就有什麼500個人頭黨員 突然入黨啊 那時候蔡壁如起心動念 要跟柯文哲去選黨主席 所以你看他都想要選黨主席了 他怎麼會跟你要一個副主席 跟一個秘書長的位置 這是就是說 我去還原一下 當時的一個歷史事件 那回過頭來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 反正你如果不能為我所用的話 我就把你留放邊疆 就黏根搖 反正現在你台中 台中市你要去就讓你去 那因為現在 柯文哲沒在怕的原因 是他旁邊還有一個黃珊珊 現在黃珊珊 因為大家都講說蔡壁如是寫低子 很好用 會去執行雍正的指令 那現在對於蔡壁如寫低子的角色 現在黨內有另外一個人可以用了 這個人就是黃珊珊 那黃珊珊現在 就等於是另外一個寫低子 你看而且他當時 你看黃珊珊那時候 在這個敗選的時候 還有給柯文哲一個愛的抱抱擁抱 反正你要溫暖 我可以給你溫暖 你要這個 我可以乖乖執行你的指令 那反正現在黃珊珊 可以完全替代蔡壁如的角色 所以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那當然蔡壁如 你現在就是黏根搖流放邊疆 你現在給我安分一點 但是我最後一件事 我還是用政治渣男這四個字 去形容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為什麼是政治渣男 我覺得黃珊珊也不用高興太早了 黃珊珊你看到蔡壁如的下場 未來我可以斷言 就是黃珊珊就是下一個蔡壁如 反正就是黃珊珊現在 特別是台北市長再選選不好的 你等著看吧 反正黃珊珊現在是得勢沒錯 然後再加上立法院 大部分都是她的人 黃珊珊下一次不會選得比上次好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如果過20 她還有多少價值對不對 選個18%台北市 大家都在唱隨她 所以黃珊珊可見 一定是下一個蔡壁如 那反正對於柯文哲來講 那你這個寫滴子沒用了 我下次再換一個寫滴子回來 得到黃珊珊失事 或是她們兩個失核之後 那柯文哲又會再想起 現在在甘露寺修行 蔡壁如好的時候 蔡壁如再回來就好 對就會再回來 我覺得她們的關係 永遠都是很有趣 所以不是真的分手了 現在在藕斷失聯之中 你要說年根搖也好 或是在甘露寺修行 他們現在就是暫時先先這樣 相愛三十年以下分手不容易 相愛相殺 而且又有她的小本分 什麼時候就要給盧秀燕 她還很擔心 好立法院要來開議之後 邱毅說國民黨要準備三大招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判斷的 哪三大招呢 第一招就是陳建仁施政報告之前 先進行食品安全的專案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 台糖豬肉的瘦肉精 是不是要好好的講一講了呢 那其實相關當事人都要下車了 我不知道邱毅這時候 又要再提出來幹嘛 第二招立法院成立特徵組 清查過去八年民進黨 各式可能的疑似案件 瑞德 國民黨已經有一些專家 出來為立法院的調查權背書了 他們說立法院的調查權 並不違憲 不需要修憲 所以應該有一個所謂的 立法院的特徵組 你怎麼看 那是國民黨說的 那麼那只是國民黨說的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一次立法院 當然這個傅昆琦 在這之前為了要吃筋肉碗碗 所以衝出了一個零食會 最後弄得灰頭土臉 那麼他的重點就拿在所謂的食安 你知道嗎 柯文哲現在最希望記者忘掉蔡壁如 盧秀燕最希望記者忘掉豬 很簡單 結果沒想到你傅昆琦 你哪壺不開提哪壺 就在這個時候去提這個所謂的瘦肉精事件 過年前盧秀燕的瘦肉精事件 這個西布特羅 已經把整個台中市變成縱使之地 食藥署現在又公布 昨天另外在75件 驗出來也是零 全部都是零 而且食藥署現在直接 二十一號 年前年後到昨天的全部零 全國七百多件全是零 就只有你台中市的那一件對不對 而且你很奇怪 台中市政府很奇怪 你同一塊肉去驗二十幾次 那你為什麼不把同一塊肉的同批號 全部都驗 為什麼 因為有問題的話 同一批號都有問題的話 全部都下架 那一二十天你應該有這個時間才對嘛 所以呢現在中央就吃定你了 而且因為各縣市驗都沒有嘛 所以中央吃定你呢 以後呢開會 那麼二十一號五個不同領域的 包括讀物啦 包括各種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都到 特別邀請台唐 因為台唐這次是重災區嘛 還有台中市政府 我看你要怎麼樣 到時候我跟你講啊 到時候二十一號這個會議啊 比你那個立法院什麼 國民黨去要求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報告 還要重要 而且給你看看 因為你 因為後來發現兩年才進口不到一公克 有四個廠商 結果 竟然台中市政府有跟他們買嘛 有買西布特羅嘛 所以呢你到底是不是實驗室發生這個 所謂的相關的感染事件呢 那麼檢調單位一定要出手 那除此之外有關於 那麼另外一個擴權 就是傅昆奇要擴權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國會成立特徵組 然後調查權清政權就對 他們現在說不需要修法沒有違憲對不對 那是你說的 我說坦白禮啊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那一百多年前的孫文搞了一個五權憲法 請周萬來出來講 到底有沒有需不需要修憲 周萬來不是立法院的這個議事規則 所有的程序最了解嘛 一百多年前跟你講的五權憲法 就是五權分立很簡單嘛 憲法明文規定嘛 所以你現在要把這個屬於 這個監察院的相關的權 你要給他奪權 變成你立法院 好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過半嘛 所以你要修法 你還是一樣可以給他修法 但問題是 直接那麼請大法官會議事件 就是違憲 我現在可以跟你說啦 就是違憲 因為很簡單 不是你們這些人說的算 也不是我說的算 但是我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上面所說的嘛 那他這樣講說 特徵組要查八年的弊案了 有嗎 那這樣我問你啊 那這樣台灣還要需要司法單位幹什麼 還需要檢調單位幹什麼 很簡單嘛 有任何的不法 馬上就去檢舉 現在就檢舉 還等到你成立那個特徵組嘛 所以你就知道 到時候弄了一個法律 然後弄了一個法條 通過了 結果最後違憲 然後國民黨是不是 就是傅崑崎在內這些人 又被重重的打一個耳光嘛 來人群立北播中 因為其實 我覺得國民黨 可能還是要搞清楚一下 我覺得不要再重犯這個 今天傅崑崎所講說 是不是黨團什麼誰誰 又誤辭文字喔 這次沒辦法誤辭了吧 因為剛剛瑞德哥提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調查權 第二個叫做這個就是 你今天譬如說 我今天我要調查對不對 那你今天要調查權這件事情 其實你回來看那個585 他不是說你不能調查 但是585裡面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調查權 是屬於你的輔助權力 所以不是無限制的擴大 當時就是針對 你那個什麼真調會那邊 你搞了一大堆事情嘛 那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你今天所要調 行使調查權的東西 必須跟你立法委員 憲法賦予你的職權 要有重大關聯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問啊 立委現在到底他要這個權 是在幹嘛 剛剛提到兩件事情 一個叫調查權 一個叫聽政權 其實聽政權 多數人其實沒有反對 我真的必須講啊 聽政權的爭議 其實反而比較小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要求你立法 比如我立法委員要求你 行政部門到院裡面 來進行這個報告 或者間對什麼事情 我問你 你官員拒絕答詢 或者是怎樣 這個其實多數都都不會反對 可是當你今天要把這個調查權 就說我管你什麼事情 甚至我就很好奇 你說要把他變成這個 這個這個怎麼立院特徵組 那成員有誰 113個立委全部都是成員嗎 那你還是說不行 你要各自來報名 你今天排班 所以也沒有這樣幹的嘛 所以我就講 有沒有法學常識 法學概論看過沒有 你要臨時開會 跟臨時會搞清楚了沒有 不然你要來跟我調查 你講法學專家 對不利 光這一次臨時會 就搞成這樣 所以我真的還是這樣覺得 就國民黨真的不要一直糾結 那馬文君要來特徵誰 特徵這個國防軍事案件嗎 那我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回來問啊 那馬文君要不要進入特徵組 就是這也是問題嘛 因為他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的爭議在啊